有请 首先有请我们热吧 跟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来打成招呼 哈喽 正在收看金方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吉利热吧 哎 热吧 今天有没有觉得我们整个直播的环境 非常的有户外的感觉 哇 像去露营一样 对 像去露营一样 今天呢 我们就说了 是一个整个露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然后大家玩了一天之后 回到家能够好好的睡上一觉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坐下聊 好 好不好 来 我们现在看到评论 全都是表白墙 大家久等了 那当然今天热吧在我们的直播间 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 有关于一些户外 或者是顺年的小tips好不好 那我们也看到弹幕当中 有很多朋友在问 那我们也帮大家一起来问一下 热吧最近在忙些什么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就是在一些广告啊 一些活动的通告上面 OK 那当然呢 我们看到粉丝朋友也说了 你最近在拍的东西 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 也请各位 一定要多多支持热吧的全新的作品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蹲守一下 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现场的布局 非常有露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当然呢 我们也要 除了露营之外呢 在露营当中我们也会带到很多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非常精致的一个家居的生活方式 刚刚热吧说了 今天我们这里非常像一个花园 对吧 有很多花花草草 当然还有这个最亮眼的紫色的这样的一个薰衣草 你平常喜欢薰衣草这种味道 嗯 喜欢的 喜欢的 对 很能够让人安神 很能够安神下来 没错 的确是今天我们的场景非常的特别 有我们的这个帐篷 还有我们非常漂亮的薰衣草 和一种各种各样的花 让人仿佛身处大自然当中 而且你看到我们在帐篷里面还有很多 不知道镜头能不能带到 我们有很多非常柔软的毛毯和抱枕 也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香软入睡的新方式 对 看起来都香香软软的感觉 香香软软的 在这种环境下应该也很舒适 没错 而且主要是现在这个直播技术 还不够 大家可能感受不到 我们今天现场这个非常好闻的 这样一种气味 对吧 非常的让人安神 而且今天呢 我们金方也是精心布置了 这样一个露营的这种户外方式 不管是在刷朋友圈 或者是在刷微博的过程当中 好像露营这种方式 在今年特别的为大家推崇 也很多年轻人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解压生活 也体现了现在年轻人 对于精致生活的这样一种追求 而且热白你有注意到吗 现场刚刚我有提到的这种花 非常的亮眼 你有看到是哪种吗 薰衣草啊 对 因为刚才一进来就能闻到 一进来就能够闻到 没错 今天呢 我们把薰衣草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又浪漫又梦幻 而且在平常生活当中 刚热白有说了 你有会使用到薰衣草的这种味道 对的 平常 因为我自己也挺喜欢薰衣草的味道的 像是平时洗衣服的时候 就会顺手把这个 金房的薰衣草味道的揉顺剂也放进去 洗好衣服之后 这个衣服上的味道就会有一种 很安心的感觉 很安心的感觉是吧 没想到热白那么爱用我们的金房揉顺剂啊 那刚刚热白有说到这个薰衣草的味道 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金房揉顺剂新升级的全新配方 它萃取了珍贵的薰衣草的精油 并且首次添加了法国的锁香微胶囊 可以保持七天的流香 这一个小tips你要记住好不好 七天的一个持久的流香 那热白除了这个衣服的香味之外 平常你会注重这个衣服的柔软程度吗 当然会注重的 尤其是像现在这种秋冬 马上就要进入冬天这个季节的话 衣服的柔软和舒适的这种感觉是 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很想追求到的 没错 而且这样柔软的衣服穿在身上 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就会感觉特别温暖 对 不然就会静电 然后也会渣渣的会很不舒服 全身都会不舒服 没错 静电这个 待会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 特别是在北方的冬天 开门或者拿任何东西的时候 都特别怕产生静电 衣服的柔软程度真的非常重要 就像刚刚热白说的 但是在我们的金房揉顺剂当中 我们添加了蝉次的蛋白精华 能够使我们的衣物 柔软的蓬松度增加约40% 像刚热白说的 穿毛衣的时候会产生静电 但是我们金房揉顺剂 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添加了柔护的活性因子 抗静电性增加了100% 就衣服用我们的金房揉顺剂洗过去后 就不用担心这一个静电的产生 所以说这一款简直就是我们精致 都市打工人的必备好物了 那问一下热白刚刚对我们的这些产品那么了解 最近一次使用我们金房揉顺剂是什么时候 好像是三天前吧 两天前吧 两天前 对对对 因为要洗就是一些平时在酒店里面 因为我都是手洗 我有一些 有的时候会手洗 尤其是一些贴身的衣物的话 然后就会倒进去一点金房的揉顺剂 然后就自己洗一下 然后技能保护就是有一些我们的贴身的 比如说像睡衣 这种成套的一些非常舒适的衣服 然后也能够保护它这个衣服的色泽 下次穿也会觉得这个衣服香香软软的 就像你穿了一件新的衣服一样 没错的确 现在这个精致生活也是四十年前的一种潮流 就像刚刚热巴说的 贴身的这些睡衣 洗完聚后不会干的 就是柔软的 对吧 而且还有淡淡的这样的一种香味在里面 其实平常生活当中 除了刚刚我们在开始说的这个露营 大家也喜欢在网上晒出喝下午茶 穿搭这样的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 那热巴关于这个精致生活 你有没有怎样的一个小tips 想要跟所有的粉丝朋友来分享 我觉得就是在生活里去追求精致 能够让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很好 每天也都会保持一个比较活力向上的一种心态 我除了在衣物的护理上会注意精致 其实睡眠部分也会做一些功课 保证睡眠的质量 就能够让自己在第二天也会有一个好的状态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睡不好的话 第二天就会觉得无精打采 我什么都不想做 当然大家应该都是这样 因为现在大家也都在熬夜 每个人都在熬夜 对身体很不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 可能是精神紧绷 或者是压力的问题 对这个时候如果拥有一瓶薰衣草的 有生计 对然后你就可以 就是你不需要借助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就可以靠着一些香香软软的氛围 就能够让自己轻松入睡 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觉得说的很棒 就像刚刚热巴说的 这个睡眠大家都经常熬夜 但是呢也不知道熬夜是为了什么 是啊其实也不会错过什么信息 对为了熬夜而熬夜 相信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 很多朋友都会跟我们有一样的困扰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早上呢又醒得特别早 会是夜间频繁的苏醒 然后睡眠质量非常浅 就像刚刚热巴说的 然后白天就无精打采 浑浑沉沉沉的 那相信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 工作学习生活压力都非常大 那特别是热巴 平常工作那么辛苦 睡眠就更加重要 你平常这个情况严重吗 我突然像一种冰雪类的 其实没有很辛苦 工作没有很辛苦 因为其实是有大家照顾着 我觉得就还好 但是失眠的状况 其实跟我失眠的状况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 反正我失眠的状况 可能就不是跟工作什么的 就像刚才说的 就是可能玩手机 然后玩一玩的人就不困了 其实关掉手机就可能就会 马上就能入睡 但主要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那个手机 对 然后就想要购物啊 然后就想要看一下 就是也不知道看什么 其实第二天也会忘记 自己到底看了什么 对 其实就是 而且还因为换季的问题 就如果说 而且我是那种比较任床的人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 也会经常去换 出差 对 出差啊这样子的 所以就会让自己特别的 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氛围 就会让自己晚上睡的 不是很踏实 就会比较浅 但是我觉得 就是能够 比如说 大家如果有经常出差的一些 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的话 其实可以带一些 你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东西 或者熟悉的香味 其实也能够让自己睡着 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呢 我是会闻着我妈妈身上的味道 睡着 就是一定要有妈妈在 然后如果我妈妈去上班 我如果被放在姥姥家养着的话 就会有妈妈的衣服给我 这样我就能够闻着闻着 很快就能睡着 我觉得这个就跟金房带给我的感觉 也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说我有一个 就是自己洗好的一个床单也好 或者说是枕头套这样子的东西 或者说我们的睡衣 就如果随身携带的话 也会让我觉得会很有安全感 这样也会睡得比较 入睡会比较快 没错 我相信这个方法 今天热巴分享了之后 很多朋友也都会把这个方法用起来 的确 像是热巴 做我们这行的经常要出差 对 平凡的换酒店 不像在家里有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床品 刚刚这个小提示我觉得很棒 就是带一个自己睡习惯的 这样的一个枕套 可能到一个全新的酒店 把这个熟悉的枕套换上 上面有我们金房柔顺剂 洗过之后的味道 就会让自己特别的安心 对吧 的确这个睡眠问题 近几年来 的确是越来越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其实我们也总结了一下 有几大原因 第一呢 就是睡眠用品的质量 床品的四件套啊 眼罩啊 家居服等等的 选择好的话 都能够有效地提升睡眠的质量 第二呢 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 对吧 睡前做爱胡思乱想 相信所有众子在观看 直播的粉丝朋友 也非常能够理解我说的这一点 其实我本人建议啊 在睡前就是不要想太多 就像你刚刚说的 刷手机也不知道刷什么 我们就把手机放在旁边 对吧 我们有意识地 不去刷手机之后 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放松的状态 再加上一个金具的卧室 和一张柔软舒适的床 就可以打造一个 让人安心轻松的环境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 帮助我们来改善睡眠 那不知道刚刚说了 那么多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 有没有get到热吧 刚刚分享的这样一个小tips呢 再重新地告诉大家 可以戴上什么 就是戴上一些自己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味道 比如说如果实在是可能就觉得特别占地方 比如说有的时候带床单四一件 一个床的四件套啊什么的 那你就可以戴上我们的金房柔顺剂 那到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在酒店 就是顺手赶紧洗一下 然后你就放在那里晾干 就白天的时候 晚上你就可以用到你熟悉的这个金房的薰衣草的味道 因为薰衣草它有安神的作用 也可以帮助大家能够很快的入睡 我觉得太棒了 不用戴上床品 你到酒店之后赶紧用我们的这个金房柔顺剂 洗一下之后晾干之后 就是家里的味道 就是安心的味道 没错 好的睡眠真的非常的重要 就像热巴说的 我们的金房柔顺剂呢 能够使我们的睡衣和床单都变得非常的柔软 因为它里面添加了这样一个柔护的活性因子 还有蝉丝蛋白精华 能够使柔软蓬松度增加约40% 还能够去除静电 床品摩擦呢也不会刺痛皮肤 同时金房柔顺剂有非常好闻的薰衣草的味道 采用了薰衣草精油和法国的微浆囊技术 能够七天的流香 让我们非常的放松 营造这样一个入睡的环境 所以一定要get我们金房柔顺剂 当然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呢 我们也为热巴准备了两个小游戏啊 分别是闻香和食软 第一个是关于香味的 我们准备了四块面料 都是不同的味道 其中的有一款面料是用金房洗过的 那你就要来猜一猜到底是哪一个了 好不好 来首先有请热巴 来你先拿第一个 直接这样我的是吧 对 不是这一个是吗 没有 都得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这个好像是喷了香水 是它 是它 嗯 是不是 嗯 你可以给大家形容一下吗 就是这一块面料闻起来的感觉是怎样 这一块面料闻起来就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味道 对 嗯 然后没有就是 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刺鼻的味道 就是很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有淡淡的熏玉草的味道 对对对对 其他三款都没有 对 你再 其他的是 嗯 闻一下 这是那个 什么味道 蓝风铃的味道 蓝风铃的味道 好 你先说 稍后我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好不好 它就有一种花香的感觉 花香的感觉 好这两块是被热巴认证过的 是用我们金房柔春剂清洗过的 那这两块没有 对这个 这个是什么都没有 这什么都没有 对 这个没有味道 纯全新的一个布料的感觉 一个味道 这个也有一点味道 但好像是那种香香的 有一点刺一点的味道 有一点刺的味道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为大家公布一下 的确就像刚刚热巴说的 这一个紫色的呢 就是用我们金房的柔春剂的 熏玉草的味道洗过的 所以它摸起来 你可以摸一下 也非常的柔软 对 对吧 而且就像热巴刚刚说的 摸起来很柔软 而且闻起来呢 湿淡淡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让人非常的安神的感觉 不会特别的刺鼻 好 第二个 也就我刚刚被热巴认证过的 没错 这个就是蓝峰林的味道 好不好 花香味非常的好闻 对吧 然后都是用我们金房柔春剂洗过的 哇 我觉得太厉害了 真的 一闻就能够猜出是哪一种 那刚刚通过这样一个第一个闻香的小游戏啊 我们就已经去感受到了我们代言人非常对我们的产品非常的熟悉 的确这一块布呢是使用了我们金房柔春剂清洗过的这两块 那金房这一款薰衣草柔春剂当中呢 添加了这个柔布的活性因子和蝉丝蛋白精华 能够使我们的衣物柔软的蓬松度增加40% 非常的高 而且这个抗经电性也增加了100% 薰衣草的味道呢 就是来自于我们薰衣草的精油放松的效果特别的好 而且用我们金房柔春剂护理过的衣物和传品 味道的流香也会更久 因为它采用了这样法国的一个微胶囊的技术 能够把薰衣草的香味留存在衣物当中长达七天 很厉害 是 就是因为它有长达七天这样的一种功效 对 所以就会感觉这个衣服的 它那个薰衣草味道还是很满 就好像就像刚刚才洗过的那种 闻了就很舒心 是的 而且这个薰衣草的花香就像刚刚你说的 有输解压力 松弛神经帮助大家入眠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也是同样我们金房柔春剂 想要带给所有消费者的精致睡眠的一个体验 那接下来呢 刚第一个小游戏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第二个互动小游戏 这个游戏有点难度啊 好不好 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很可爱 但也有一些东西可能很可怕 我不知道你敢不敢伸手进去摸 有一些小挑战好不好 好 但是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不会出任何问题 来 接下来我们请热巴 来伸手进去摸一下 看一下第一个能够摸到什么东西好不好 你可以给大家形容一下 你触摸到的一个感受 有像针织的衣服 像针织的衣服 但是感觉有耳朵 还有耳朵 是毛线帽吗 你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是不是好不好 真的是毛线帽 现在其实在北方已经可以戴上了 对 现在北方有点冷了 好像是小朋友的帽子 好小一个 对 而且你摸起来的触感 你给大家形容一下 就好像那种毛巾 软绵绵的毛巾的感觉 软绵绵的感觉 像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的感觉 就贴 哪怕是拿在手上也不会非常刺 对 也不会轻垫 味道呢 味道 味道就很香 很香 好香的味道 但是也是非常地柔和的 对 就很舒服 所以这就是小朋友的了 给小朋友就会很爱心 没必这个就是今晚最可怕的小东西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盲盒当中 还有什么好不好 来 邀请热巴 来 这个体积有点大好不好 这是毯子吧 毯子 拿出来 对 的确 这是一个毯子 毯子 毯子在我们日常春合当中 不管是中午在办公室午休的时候 都能够用上 在沙发看电视的时候都能用上 立马去闻一下 什么感受 也是水衣草的味道 香香软软 香香软软的 对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难倒热巴 还有最后一个 好不好 来 热巴我们可以先放前面 好 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就剩下一个最重的了 哈哈哈 最重的 哇 直接拿出来 直接拿出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金方柔顺剂 柔顺剂 新衣草的味道 对吧 其实刚刚这两样东西呢 我们的毛毯和我们的帽子 都是用我们金方柔顺剂 洗鼻过的 所以刚刚热巴在闻的时候 会带一点淡淡的 薰衣草的香味 摸起来呢 也是软软滑滑的 而且在这个干燥的秋冬季节 其实洗过之后 还能够防止静电 所以呢 这个柔顺剂不仅能够洗衣服 还非常适合用来洗护家里的 像是一些床单被罩啊 还有那些小玩偶 这些东西 等等这些居家好物 都可以用我们金方柔顺剂 一起来洗 其实刚刚通过这样一个小游戏 来 热巴我先帮你拿下好不好 谢谢 好 刚通过这个小游戏呢 其实都能够体现到 这一个人的居家风格 基本上就能看出 他对于生活的 这个精致品味的一个要求 包括现在呢 大家都会在休息的时候 选择宅在家里 所以他在挑选像是床单 被套家居服这种家居好物的时候 在舒适性 面料 还有颜色这些方面 我不知道热巴 你会比较看着哪一个维度呢 如果是居家的好物的话 那肯定第一就是舒适性了 因为不管是衣服也好 还是你的就是床上的这些用品也好 我觉得舒适才是最重要的 不然的话就真的会很像 刚才说的就是会影响睡眠质量 也会影响生活质量 没错 如果自己宅在家里都还不舒服 为什么好看的话 没必要啊 对 舒适度是排在第一点 这点我也是非常认同 毕竟在家里嘛 在自己最熟悉 最放松的环境 舒适度一定要够 那特别是用我们这个金房 护理过的 不管是这个平常穿的贴身的睡衣啊 或者是床上用品 都会让它更加柔软 穿着呢 也会更加的舒服 是的 所以每次在洗衣服的时候 我其实都会顺手 多加一点点这个金房的柔顺剂 没错 我也是 其实每次在洗衣服里面 都会顺道带一些这个金房 而且作为这个衣物护理品牌的专家 我们金房登陆中国 其实已经有19年的历史了 为很多的朋友都带来了 更为舒适的生活体验 尤其是我们金房柔春季 香软都有了更好的升级 那我们这刚才的话题啊 最重要的就是舒适度 那接下来你会比较看重是什么 是面料呢 还是颜色呢 第二个呢就是面料了 面料 对 因为毕竟就是自己在房间里面 我觉得柔软轻敷的面料 应该会更加舒适 而且在很多衣服的面料材质上 也会比较容易受损伤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像丝制一点的呀 丝制的会全棉的那种 对对全棉的呀 这种 所以就是洗几次 它就会变得比较干硬 对 所以就是还需要格外的 要去注意这种洗衣服 这种时期时候的一些护理 的确就像你刚刚说的 小时候 我的衣服洗完之后 穿上都是特别的干 特别是毛巾 毛巾洗完之后 如果没有用我们金方柔顺剂 擦在脸真的是可以说是 刮胡子 对吧 直接可以刮胡子 对 所以说 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所有的居家好物 床单被照 毛巾 这些用了我们金方柔顺剂之后 不仅用起来非常的柔软 香香的 而且能够让色泽更加的艳丽 持久 留心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热巴说的 会比较看重的第二个 就是面料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色系了 对吧 最后一个就是被摆在了最后一个的就是色系 因为可以去挑选一些比较暖暖的一些色调 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居家的氛围会更加舒适 然后好看的有设计感的也可以提升大家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的这种居家幸福感 没错 其实在家里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可以穿的暖暖的 然后在家里拍一些氛围感的大片 对不对 颜色漂亮的衣服 其实在拍照的时候 在家里布置一个小角落 其实非常棒的 有设计感的这些居家好物 其实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来营造居家精致感的神器 在家里哪怕是穿着睡衣 然后后面有点非常好看的台灯靠在沙发上 也是一种慵懒感的大片 有没有 对吧 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 好不好 那作为我们这个金房大运人 热吧对于产品的了解 刚刚通过这两个小游戏啊 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 好的 我们有三个问题 想要请教一下热吧 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OK 那接下来我们第一道题 先来一个送分题 在开始的时候 我有提醒你 好吧 金房柔顺剂 能够留香多少天 这个你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 是七天 而且平时像一些类似的用品 留香一到两天 其实都已经是很久了 因为这个金房的柔顺剂 它是留香七天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印象非常深刻 没错 用我们金房柔顺剂洗过的这个味道呢 其他的可能一两天就没有味道了 对吧 但是我们金房柔顺剂可以保持七天 看来热吧 对于金房柔顺剂 确实是如鼠家珍 我们也有非常好闻的薰衣草的味道 添加了薰衣草的精油和法国的微胶囊的技术 能够留香更久 从而使你能够放松身心 想要让衣物上又香又软 金房柔顺剂一定少不了 好不好 接下来下一道题 有一点点难度 请听题 在洗护衣物的时候 柔顺剂要放在哪一个槽呢 一个小冷门的知识 洗衣液槽旁边的柔顺剂小花槽 哇 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的确啊 完全没有被难道 其实在今天直播之前 我就很随机的问了工作人 其实有好几个表示 平时都没有仔细的留意过 洗衣机的这个柔顺剂的小花槽 在这里呢 我也和大家来强调一下 给这个小tips大家 要将我们的金房柔顺剂 倒入有花朵的洗衣草当中 再按下洗衣键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洗衣机 没有专门的柔顺剂槽呢 可以在最后一次的调写当中 倒入就可以了 好不好 这也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一个小tips 其实比方在洗衣服的时候 你不会看得那么仔细 但是通过今天的直播 好不好 又学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小tips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想问一下我们的热巴 用我们这款金房柔顺剂 使用之后洗出来的衣物的 柔软蓬松功效和防禁电指数 分别增加了多少 首先是柔软蓬松度 约40%和100% 非常专业的答案 好不好 约40%和100% 回答正确 没错 其实像美方现在已经是很冷了 衣服非常容易的起禁电 经常脱衣服的时候 特别是女生 就变成报价脱 有没有 身边的女生朋友 用了我们的金房柔顺剂 护理过之后 就不用担心禁电的问题 我们在金房柔顺剂当中呢 添加的柔护活性因子 还有蝉丝蛋白精华 能够使我们的柔软蓬松度 增加约40% 100%的防禁电 衣物呢可以焕然一新 蓬松柔软 每天都好像在穿新衣服 好了 刚刚通过一个文箱实软的 这样一个小厚动 还有我们的快文快答的游戏啊 想必大家对于我们金房的柔顺剂 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包括我们的代言人也给大家 种草科普了很多 护理过的床品都可以香香软软 晚上回到家躺在上面 紧绷一天的心呢 都不自觉地松弛下来 自然而然 好好休息 睡个好觉 醒来又洗 元气满满的一天了 那在我们今天热巴 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 最后你有什么话 想要送给我们金房的粉丝朋友 和你的粉丝朋友吗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现场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金房柔顺剂 也是希望能够把一个好的产品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的生活 也都变得更加精致舒适又快乐 然后大家也要注意身体 然后早一点休息 然后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相信刚刚热巴这些分享 大家这个失眠再也不会了 好不好 有我们热巴的小tips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热巴 今天给大家种草的 我们金房的柔顺剂 我们要再次感谢热巴 来到我们的金房的直播间 谢谢辛苦了好不好 谢谢谢谢谢谢 平常在工作之余一定要好好休息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好的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一下热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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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热巴今天的分享 可谓全都是知识点和干货 好不好